大家好,我是凡尼 今天开始来给大家介绍欧盟 首先来给大家介绍欧盟成立的原因 那欧洲统一的思想最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 中世纪来给大家讲一下 中世纪起源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就是公元476年 那它结束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就是公元1453年 这个是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东罗马帝国的灭亡 这其中大概1000年的时间都叫做中世纪 那从那个时间开始 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 就有了欧洲统一的想法 在1849年 法国文学家就是余果 他就说迟早有一天 这个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 将会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一起 建立群同手足的兄弟关系 迟早有一天呢 除了思想斗争 不会有其他任何的其他的战场 那迟早有一天呢 子弹和炸弹都会被选票所代替 但是呢 在20世纪初 在欧洲大陆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这两次世界大战呢 就让欧洲统一这个梦想呢 成为了一个泡影 但是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渴望和平的欧洲人民呢 他再次下定决心 要结束仇恨和互相之间的这种对抗 要建立一个 要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欧洲 然后呢 在1950年5月9日的时候 这个法国外交部长 罗贝尔舒曼呢 就提出要把欧洲国家的煤和钢 也就是煤炭和钢铁 这两方面的资源 要进行共同的管理 建立一个共同市场 那在舒曼提出这个建议后的一年之后呢 就是法国 德国 比利时 意大利 卢森堡和荷兰 这六个国家呢 就共同签署了一个协议 那这个协议呢 就是关于建立欧洲煤炭共同体的这种 煤钢共同体的这种条约 这样呢 煤铁 这样呢 就是煤炭和这个钢铁 本来是作为战争的原料 在这里呢 就变成了欧洲各国和解和实现 欧洲和平的这个工具 在这种方式呢 是非常非常务实 又充满象征意义的 那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最早 由六个国家形成的一个组织 并且签署了这个协议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欧盟的一个前身 这六个国家开启的这次联合呢 非常的成功 在后面的七十多年里 也就是直到现在 欧洲 欧盟呢 就是先后经过不 经过不断的七次的扩大会议 就是欧盟扩大会议 经历了七次 那欧盟呢 就变成了现在的这样的一个 涵盖了27个国家 总体人口超过 4.4亿 也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 一体化 程度最高的这种国家联合 虽然欧盟成立的这个原因呢 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团结 但是呢 它的活力和基础 还是来源于它的经济 首先呢 是欧盟27个成员国中呢 就有19个成员国使用了 这个单一的货币 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欧元 那还有呢 就是欧盟的单一市场 那这个呢 就是指 在欧盟27国之内呢 就没有边境 在整个的27个欧盟成员国内 那所有的商品 服务 人员和资本 就是自由的 在 就像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一样的 自由的流通 欧洲一体化呢 表明团结就是力量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 它的经济 社会 技术 商业和政治影响 远远要比每个成员国 各自的力量要大得多 例如啊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面 欧盟的立场 在国际谈判中 发挥的这个关键作用 那在涉及普通百姓的 这种敏感问题上 那欧盟的立场非常的鲜明 就是致力于保护 欧盟人民的这个利益 例如啊 环境保护 可再生资源 食品安全 科研 以及保护 这种兵威动物上 下面呢 是根据欧盟成员国 加入 加入欧盟的这个 时针顺序的 具体的27个国家 大概 大家呢 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在最早的1958年呢 加入了6个国家 什么最早的就是 比利时啊 法国啊 德国 意大利 卢森堡 荷兰 这 这6个国家 然后在1973年的时候呢 也有丹麦啊 爱尔兰啊 他们加入了欧盟 那在2004年的时候 就加入了特别多啊 什么啊 马尔他 波兰啊 斯洛法克 都是在2004年的时候加入的 然后2007年的时候 啊 导加利亚 罗马尼亚 那最近的一次呢 就是2013年啊 克罗利亚也加入了欧盟 就是一共这27个啊 欧盟前任务